苗乔偉 黃宗澤 劉新優 許子山 溫碧霞 許少雄等多位演員 这天出席网剧《守护神》的开进仪式 日前凭使徒行者二首夺的马来西亚市地的苗乔偉 又有在下一城取得香港市地呢 平常心意的我觉得这个市地 市地给我的确我是很开心的 足够了我觉得已经可以 谈到苗乔偉 勇夺马来西亚市地 黄宗澤就说自己有在电视机前支持对方 不过就十分尴尬了 不好意思啊三哥 那天晚上看你拿那个市地的 其实那个情景是有点尴尬的 因为刚小呢我就脱衣服要洗澡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这刚好脱衣一条内裤 然后就说啊班师弟 入选的有三哥我就马上停下来的 坐在那边看 我就真的是穿着一条内裤 看你拿奖的 不好意思啊三哥 是不是有点有点尴尬了 对不起 那那条一裤有什么反应呢 没有那个就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差点开心到把内裤 最后剩下那条内裤也脱了 有黄宗泽的剧情 身边也肯定有不少美女相伴 这次应该也是吧 这一次真的没有 因为他 你还说没有 所有美女都是 我都是去调查的 所有美女都是在他身边的 我我是需要去调查他们 你调查他们 对啊不是我女朋友吧 我在这戏里面 看似好那个那个 好多女朋友 他们去调查 其实他没有 导演很偏心的 所有美女都在 你心里就只有一个 这一部他有好多女朋友 你问我 为我呢 我的女朋友都 我有一个老婆 有一个前妻 就公持人做我的前妻了 然后有跟徐子杀呢 有一段很美妙的关系 那最后呢 最后还有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呢 但是她是来搞我的 她是作弄我的 她不 就所有年龄层都被三个包括了 而为了角色 刘欣悠也新生剪了一头短髮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剪头发不是一件很大不了事 如果你今天说我剃光头 那我可能就真的觉得很伤 可是要想一下 对要想一下 可是因为头发会长的 而且我也很同意导演说这个角色需要硬朗一点的感觉 我觉得是很很称的 而且演员嘛 本来就是应该要 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咯 但是没关系 你剪什么头发也好看啊 没关系啦 哎呦 You're so nice 真的真的 我觉得很好看啊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那个发型 我说很不一样 但是很好看 是吗 我觉得都是啦 没关系 其实我也很喜欢 说真的 你手都配了好不好 说完特别 紫山你可真客气 香港报导